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家好 我是芬莉老师 现在我们要介绍一个 以这个金属线边的 把这个没有动的一个石头 把它包覆起来 那我们就是用最基本的计法来做 然后最后再把它做一点点的造型的变化 这样子 那我们这次要做的线 我们用这个 21G的方线 搭配这个 21G的半圆线来做 取这个 21G的方线 我们取 30公分4条 那这线呢 我们要把它顺好 顺平 就是要让它 很平整 平顺这样子 如果有工具的话 就用工具 如果没有工具的话 就用手 如果有这个 你用前工具的话 我们就用工具把它这样子 顺一下 有工具的话是比较 顺手 就是不用那么吃力 但是你用手的话也可以 可以 用手就手比较会痛 也是一样可以完成 这样子没有工具的话 我们就用手 就这样子 手指头 指腹这样子 拉一下 顺平 那我们现在就是把这四条线 整理好 要让它就是很平整的 好 那这个头 就是稍微看一下 就是这个中间地方 我们要开始编的时候 我们要由中间的地方开始 那这个点 要让它四条是非常平整的 好 那我们先把这个要编制的这条线 半圆线 再用半圆线去固定它 我们先把这个半圆线整理好一下 半圆线的话 它有一面是平的 一面是圆的 好 好 那我们在编制的时候 我们要把那个平的那一面 跟我们的这个21G的方线 贴住 把它拿到进头 拉近一点点看 这一面的话就是 有一点点半圆 那另外一面 看一下 这个 它是平的 好 它是平的 那这一面 我们就要跟 就是跟我们的那个方线 做接触面 那另外一面 看一下 另外一面 它就是比较圆 它有幅度 稍微圆圆的 那我们在开始编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 圆的面 朝上 然后把这个 线头 往外 往下 折45度角 这样子的话 这样子的话 就会变成是平的面 我们等一下把线 放在这中间 那就是平的面 跟我们的那个 要固定的那四条线 是接触的 那这四条线 我们要开始编的时候 我们抓一个中心点 那这个线的话 是有30公分长 那我们抓大概中间的位置 15公分 就大概就好 也不一定要刚刚好 就是随便抓一下 好 因为 线的长短 我们都可以做不停 不停的设计 那这个线 你就这样放上来 放上来的时候 最主要就是 这一条线的长短 在我们正面的这一条线 现在有一条是斜的 那长的这一条 我们要让它是顺直的 它跟这个四条线 它是垂直的 你不要让它是斜的 斜的 你编起来的那个地方 就是它有斜度 那我们就是让斜度在后面 然后正面看起来 它是直的 垂直的 这样子 那开始让 我们绕个五圈 那这条半圆线的话 你要把它顺好 来 从头到尾都是这个 圆弧面朝上 不要转来转去的 要稍微注意一下 编之前 我们要把这个线 也是要顺好来 确定你都是从头到尾都是平面 跟这个线接触 直的垂直的方式 这很重要 这样才会漂亮 那绕个两圈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第一个的这个 拉起来 用工具 因为用工具可以拉得比较紧 好 那如果我们用手的话 没有办法拉得很紧 所以我们就这样子拉一下 那再绕 我们绕个六圈 好 让它肩膀靠肩膀 然后用这个平口钳 或者是尖嘴钳 压一下 它就会 比较紧 贴在那个线上面 四条线上面 那我们这里绕了 一二三四五 五圈 五圈的话 就才差不多不到0.5 所以我们要绕个六圈到七圈 一边绕一边看 其实大概就是 六圈的话 大概就是0.6公分左右 差不多 好 0.5到0.6中间 那这里最后一圈 我们一样 把它 拔起来 然后 压平 压平的时候 我们现在要把这条线剪断 那剪的时候呢 我们要让它稍微内缩一点点 不要贴齐的剪 不要这样子剪 我们要让它缩进来 在第三条跟第四条线的中间剪断 它这个 才会 就是 缩在这个 把它压平 看得比较清楚一点点 它刚好在第三条线跟第四条线的中间 那另外一条 短的线也是一样 那剪的时候 这个平口 这个斜口前 有一面是平的 有一面是凹槽的 凹槽的 凹槽的面是 要 朝外 我们 这个平口的面要朝 我们要留下来的那一面 那个线 因为我们这一面 这一段是要留下来的 所以我们要朝内 这样 那一样 这个也是要把它压平来 把它压好 那这一面就是我们的内侧 要跟天然史接触的那个面 那这一面的话就是正面 好 那等一下我们要在这个 就是 中间点 往外 1.5公分左右的位置 这边 右侧1.5公分左右的位置 固定四圈 那这个 左侧也是1.5公分左右的位置 固定四圈 这样子 那一样这个 用半圆线来做固定 好 那半圆线 就是 你拿起来的时候 再把它 这个线就是要把它 顺好 你不要让它扭了一下 扭了一下 你在编的时候 它就会一下 反面好 所以我们要确认 我们的 线 从头到尾 都是 平的面 平的那一面 这跟线接触 好 这里 检查一下 那这一面是 圆弧面 那我们就这样子把它 往外 往下 折 45度角 那一样 这个就是要 跨在我们的 那个 线上面 那这个跨的时候 你要记得就是 一样是 正面朝自己的方向 不要把背面 拿来朝自己的方向 这样子的话 就会 你的固定点 就一个 这个 正面没有在同一项 尺要稍微量一下 1.5公分左右的位置 大概在这里 那我们就从这里开始编 一样就是绕个两圈之后 用这个工具 稍微的 拉一下 那因为它还没有压紧的时候 它会 跑 它会稍微跑掉 会移动 还没有压的时候 它是都可以移动的 4圈 5圈都没有关系 那像这样子 要压下去之前 我们一定要再次确认 是不是我们想要的距离 好 就是大概1.5公分左右 你不要 因为它还会动 你不要离太多 差太远 大概就是 这个中间的距离 大概是1.5公分左右 那我们就把 一样用这个 瓶口前 或者是尖嘴前 把它压一下 它就会固定住了 它就可以固定住 好 那一样把这个线剪断 那一样剪好了时候 还是得要把它压一下 让它服贴在那个线上面 而不要就是翘起来 虽然它是在天然石的内侧 好 那我们一样要稍微注意一下 另外一面 另外一侧 也是1.5公分左右 那我们一样先把线准备好 你也可以就是用千字笔稍微做个记号 这样子 就是 嗯 如果你怕 就是那个位置不准的话 你可以这样子 拿个千字笔 做个记号 画一下 好 好 那我看得到就好 那 一样把它 要注意一下 还是得要注意那个正反面的问题 好 这个是背面 好 那一样正面朝自己 好 再开始编 放上来的这条线一定是要直的 那这个是斜的 短的是斜的 长的是直的 这个一定要特别注意 好 才会好看 好 这个有稍微翘起来的地方 要把它压平 如果剪得不够的话 还是可以再修一下 不要让它就是 会稍微的翘起来 因为如果你剪得非常刚好的话 它可能会翘起来 一点点 下 是不是也是1.5公分左右 好 那现在我们要来把这个线 把它折成符合这个天然石的幅度 那这个天然石就是 我们稍微用 因为这个是我们要 这个是背面 剪线的地方 我们要让它贴在这个天然石的下面 好 那我们要用手 把镜头稍微拉远一点点 要把这个手 就是用我们指腹来推 推这个线 那因为要让它圆 所以我们要慢慢的 这个 你要小心 这个会刮到手 稍微注意一下 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大概就是 有这个 施力点 这是一个杠杆原理 你手放在这里 然后拇指的地方 两个拇指的地方 稍微往上拉 往上推 慢慢的推 好 你不要一次到位 不太可能 好 我们慢慢的推 那你要随时保持这个 这个面 一定是直的 不要让它斜的 好 这个 这个线 这个线它是垂直 这样子的 就是它是直的 不要让它斜斜的 好 要稍微注意一下 斜斜你就要把它抓回来 好 那我们再慢慢的调 微微的调 基本上呢 这两个应该要等高 因为我们 刚才做的时候 都是1.5公分左右 好 那拉得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这个上面的线 可以稍微这样 往外拉 稍微往外 这样你会比较好做 但是不要太多 稍微就好 这样子 好 我们把它这样子 稍微的 慢慢的拉 慢慢的调 然后石头拿过来 比一下 看看还差多少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我们就慢慢的再调 底部差不多的时候就可以了 差不多了 好 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现在要来做这个腰的地方 这个不要让它跑掉 如果它有跑掉的话 你要看一下 就是 基本上 我们这个 这个 这个大概就是 这两个固定点 大概就是 这个石头的 中间的地方 在这个石头的 中间的地方 这样子 好 差不多 好 视觉上要平 就是你要觉得 让它 视觉上看起来 它是等高的 好 那这个有没有在中心点 也很重要 这个 中间的固定的那个地方 好 有没有在中心点 因为 你在 拉 调幅度的时候 有可能它会偏一侧 所以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它有没有在这个 石头的正中心 这个地方 有没有在这个 正中心的位置 然后 这两个 有没有等高 好 这两个边线 固定的地方 有没有等高 好 那我们现在要来做底板 因为现在没有办法固定 石头 那我们做的时候 就是用这个 我习惯是用平口钳 那你用尖嘴钳也可以 如果用 因为用平口钳的话 就是 我稍微就是 只要 距离这个 固定线的地方 一点点 就 离开一点点就好 但如果你是用尖嘴钳的话 就有距离的问题 如果用尖嘴钳 因为 这个 你抓到的这个地方 左右两侧要等高 这个距离 下来的距离 你要看好 那我用平口钳的话 我就是 可以用它的宽度来做 那我只要上面 差一点点 好 下来一点点 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我只拉到一条线 那现在呢 我这个 就是 上面 是 靠近那个 固定线的位置 那我要 移动这个 工具的话 是我下面 下面的地方 往内秤 等于是往下 我要做这个动作 这样子转 我夹住线 然后这样子转 这样子的话 我的手 手指头要在这里辅助 类似一个 支撑点 那一样是杠杆原理 好 那我这样子 夹住线 然后 我要开始往下压 推 你在 你在夹这个 转这个圈圈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条线慢慢在移动 底下的这条线 它慢慢的在移动 它就会有角度出现 好 所以你的手一定要在这里辅助 你可能就是 要 抓到那个 就是 你如果手没有在这里辅助 它没有办法折出这个角度来 这样就有一个底板出现了 好 那两侧都要做 都是夹住线 然后夹住最后 住外面有一条线 然后呢 这个是我们腰部工具 靠近线的另外一侧 没有靠近这个固定线的这一侧 要往内折 这样 往内折 好 这个角度是这样 好 那就会有两个 就有两个折角出来了 那这时候我们把这个切篮石放上来 就会发现 它底部接得住了 它可以稍微固定住了 但是上面还没有 好 那上面一样 我们也是一样 要稍微做一下 一样夹住 然后这个手 支撑点 杠杆原理 也在这个地方 折一下 往内折 它就有角度出来了 好 就是我们都是靠着中间的这个腰的地方 然后工具的另外一侧就要往内 可以往下折 那这个 就是 你要往下折的那一个地方 它就是一个杠杆原理的支撑点 这样子 这个一定要固定住 它才会折出角度来 这样 好 然后这样子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有四个折角的地方了 那这个石头放进来的时候 它就会被接住 它有时候会跑掉 所以要稍微再调整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稍微固定住了 好 那这里 稍微把它调回来 这个有一点斜掉了 好 那我们要稍微的折回来 那我们现在要来做正面的部分 刚才那个是背面 那正面也一样的做法 只是 这个背面呢 我们可以让它是平的 平的 但是正面 因为它有幅度 石头有幅度 所以我们要让它稍微往上提一点点 好 做法都一样 镜头拉远一点点 我是真理老师 下回见 拜拜 我们下边 到边 去 来 我们下边